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成为毛泽东、朱德麾下的著名战将,令国民党将领望而升位。据说,1942年林彪商誉回国时,斯大林极力挽留,并向蒋介石提出以15个将军换林彪。 这一传说不翼而飞,孤独而走,恐变全国,无形中增大了林彪在国内政坛、军坛上的地位和分量。 当人们询问林彪传闻是否属实时,林彪不至可否地淡淡一笑,说,我不知道,你们有兴趣,可以去问斯大林和蒋主席。 PART-01战争的魔鬼蒋介石,悬赏10万1932年3月,中央军委决定恢复重建红衣军团,任命林彪担任军团长。 这年,林彪25岁,1933年春,林彪在他的小蚊子上,又写上了这样一行文字,1933年2月,指挥。 黄皮,草台肯战役,兼敌三个师,俘获二万五千余人。 黄皮,草台肯战役,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,中央红军打地最大的一次伏击战。 战役的全盛,是林彪善于组织大部队,大兵团作战的传闻,更加为人们所折服,长盛将军的美名也不进而走。 1932年冬,将介石调集五十万人马,分左、中、右三陆大军,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。 1933年2月初,敌中陆军以十个师的兵力,分三个纵队向南风,往昌前进。 12日,红军进攻南风,事行于敌。 敌军为救援南风,与红军主力作战,以第一纵队之五十二。 五十九失去的永风,乐安向以防南部极尽,将整个左翼躲落于红军面前。 这时,红军总部当机立断,迅速命令红军主力自南风撤退,隐蔽集中四五万优势,兵力于黄皮以北地区,然后从两翼包抄北上。 红军兵分左,右两翼,左翼为红一军团,红三军团,和第二十一军,禁止黄皮一线射服,整个左翼部队由林彪,灭荣真统一指挥。 右翼为红五军团和第二十二军,负责阻击敌人和掩护红军右翼。 林彪作为此次战役战场指挥,在与彭德怀、董振堂等人商量后, 决定左翼采取平行路线,隐蔽接敌。 准备以伏击、侧击、兜击等手段,从左至右逐次消灭敌军五十二师、五十九师。 大家约定,以林彪打响的枪声作为总攻信号。 二十七日辅小钱,徐燕刚、罗瑞清帅兮,九两个师和炮兵连在右,林彪, 面容真帅时,十一两个师在左,同时进入阵地。 彭德怀帅红三军团并进,在红衣军团之后疑似摆开。 各师、团,营迅速展开,隐蔽于匆忙密林之中。 清晨,四周寻山幽静,山泉丛丛。 八九点钟,太阳升起,雾散天清,敌人也大摇大摆地,进入了火力射程之内。 首先过来的,是敌五十二师。 全是两个旅四个团,毫无戒备地,从指挥所前走过。 打不打? 参谋请示林彪。 林彪冷静地说,等自重部队。 他判断,敌人大部队行动,不可能没有自重部队。 不出林彪所料,敌人自重部队过来了。 打吧。 参谋人员又请示,林彪仍是冷静地说,等护卫团。 这样,等敌人全部进入我军的伏击圈后,林彪才发出总攻信号。 顿时,平素僻尽的山谷里,枪号声震耳欲聋,数万大军将敌人团团围住,使其动弹不得。 经过三个小时战斗,全天敌五十二师。 黄皮大劫后,林彪、聂荣臻,又率红衣金环和第二十一军,第二十二军,集独立第五师进攻草台港。 攻占草台港,必须先占领黄百领。 黄百领是紧靠草台港南面的制高点,山坡陡峭,一守南攻。 红四军师,十一师强攻多次,都被敌人居高临下的挡回。 红衣军团中,有三位师长富商。 战斗之下午三时,黄百领还未得手。 这时,林彪决定使用预备队。 他对红九十师师长李俱奎说道,从扶晓打到现在,还没拿下来。 现在命令你们九十从正面山亚口突过去,现你们在两个小时内把它拿下来。 李俱奎想了想,对林彪说,敌人只要两挺机枪,就可以把口子封住,我们攻不上去。 那怎么办?林彪问,李俱奎建议以一个团正面强攻,以两个团从亚口左翼山梁攻上去。 林彪听了这话,把李俱奎推了一句,你怎么不早说? 按照这一部署,李俱奎率红九十师迅速拿下了黄百领,然后又冲向草台港。 草台港战斗,红衣军团获得全胜,歼灭和俘虏敌军禁死千人。 蒋介石对第四次围剿的惨败深感耻辱。 他在给中陆军总指挥陈城的手语中说,此次挫败,凄惨异常,十有生以来唯一之忌疼。 并称,林彪是战争的魔鬼,悬赏十万元缉拿林彪的首级。 PART-024大林,运用15个将军换林彪。 林彪枪伤复发。 1938年冬,陕甘宁边区运生条件合一。 疗水平有限,特别是由于国民党暗中实行封锁禁运政策,许多急需的药品,不能及时构径和运回边区。 尽管医务工作者尽了最大限度的努力,但是,仍然不能有效地控制病情。 林彪经常处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,身体每况愈下。 看到昔日虎将消瘦,虚弱和痛苦的样子,毛泽东难过地直掉眼泪,这使他一生中少有的几次流泪。 毛泽东和朱德、张浩、周恩来、彭德怀商俩,决定马上送林彪到苏联治疗。 同时,致电苏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,要求不惜一切代价,务必使林彪康复。 到苏联后,林彪更加缺言少语。 据当时与林彪夫妇住在一起的简先任回忆,林彪来这里以后,表面上很平静,但在自己房子里经常发脾气。 越是浮躁,林彪就越是不苟言笑,严肃地像个木雕,他把精力转向宫都英、法、德、德等国著名军事家的著作,潜心研究军事理论。 从1926年算起,林彪已有12年军旅历史,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。 但是关于选兵、带兵、练兵和进攻、防守、转换的宝贵技巧和战略战术,从未归纳、成理、上升到理论上来。 利用在苏养病的充裕时间,林彪进行了深刻的咀嚼和提炼,在军事战略理论上,有了重要的突破和长途的进展。 他很快成为一名理论与实践艰善的军事战略家。 中国革命战争的独特经验,使林彪在苏联军界知名度大增,受到斯大林的重视与青睐。 1939年春,第二次世界大战面临爆发的临界点。 德国军队在征服丹麦和挪威后,集结重兵,准备向法国发动大规模侵略。 英法盟军则严马齐诺防线危及不防,计划凭借这道岩绵千里的钢筋混凝土纵身防御攻势,阻止德军入侵。 作为中立国,苏联虽不参战,但密切注视着战事的发展。 在一次酒会上,斯大林征询苏军将领对德军战略意图和兵力部署的判断。 大多数苏联员,率都估计德军可能集中火力,攻击中断防线,打开缺口后,以装甲部队实行机械化纵身突破与追击。 但是,无论纳粹分子多么放心病狂,气焰嚣张,在坚固的马西诺防线面前,也会费时日久,伤好惨重。 当时,林彪正好在场,斯大林出于客气和礼貌,问,林彪同时对德军兵力走向有何看法? 我不是希特德,不清楚他的真实想法。 林彪一笑,想搪塞过去。 嗯,这个回答我不能满意。 如果你是德军统帅,你会怎么办? 斯大林摘下含在嘴上的烟斗,犀利的眼神直盯着林彪。 斯大林认真了,其他人纷纷围上来,气氛有些紧张。 林彪仍然不慌不忙,他向来已稳住成,火烧眉毛也能稳得出油。 前面几位元帅的判断都很高明。 但是,我劝同志们,不要过于看重马西诺房线。 物是死的,人是活的。 有用的时候,他胜过钢铁长城,坚不可摧。 没用的时候,他是一堆垃圾,不值半文。 林彪语出惊人。 林彪同志能否说得明白点? 华法斑兵的布琼尼、弗洛西洛夫、提莫申科元帅,还不太瞧得起这个三十出头,瘦小的年轻人。 我的意思是,如果正面攻打马奇诺,防线才会起作用,战事结果可能会如诸位所料想的那样,演变成相持战,时间会拖得很长。 如果绕开防线,从侧翼做大规模迂回,兜机防线伸远后防,马奇诺防线就会毫无共处,战局也会很快明朗。 林彪顿了一回,又强调心底补充道,在中国苏区反围剿道争中,我们红军经常使用这种战术。 斯大林和在场的苏军领导人,都认为,这种方案过于离奇,冒险。 几个月后,希特勒走绝了德军参谋部稳扎稳打,攻坚突破的作战计划,指挥德军机械化部队绕到比利时。 以闪电战的速度斜插法国腹部,迫使汇集在马奇诺地区的盟军数十个师拼命溃逃。 消息传到莫斯科,斯大林大吃一惊。 苏军将领也开始服应林彪天才的判断与预测。 城邀有志知识投稿,原创或推荐好文章,我们将第一时间发布您的内容, 邮箱10700701-itqq.com声明,本文来源于网络,百权归原作者所有, 如有亲权请告知删除。 我们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,仅供参考,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